因为现在我看我很多朋友他们以前是有工作的 现在都变成国内说的灵活就业了 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当然就是中国的 更多的是在想为什么台湾不想加入我们 可能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台湾的影视好像没有中国好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我们现在人在美国的洛杉矶 旁边这一只是一个土拨树 那它最经典的代表作就是小粉红的一生 因为我记得你还有很多系列什么小粉红上小学啦 小粉红上初中啦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有趣啊 对那些都是在前传对 前传 那你打算之后要把小粉红的一生更新到什么阶段 我会走完这到大学应该是 因为我遇到的小粉红实在太多了嘛在中国 我接受的中国教育然后遇到这些人 所以以这些为灵感所以我打算做到大学 你有没有考虑做一个什么中国小粉红留学生之类的一个 有有这些其实我有一个笔记本 里面记事本对里面会写很多各种有意思的题材 所以你说的这个留学生小粉红也在里面对 因为刚吃饭听你讲 感觉有些是蛮有趣的 期待你未来的作品 好了那我觉得还是要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想要来美国 想来美国对吧 其实我之前有支影片讲到 但我可以拓展一下 就最早是因为我在中国996 也就是加班 然后没有加班费 还有就是被压榨我感觉自己的劳动力获得不到应有的一个报酬 所以说还有就是中国的审查制度你也知道 就是经常会发一些言论我的账号就突然没了 就有时候封个一天有时候一年有时候永封 一年对一年还有就是有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我在我我那个故事也说过 就是我参加一个线上的绘画比赛 我把我的画画完了 所有东西都都很好 然后我把自己的那个描述也写完了 就是故事观 整个世界观 写完以后写得非常好 然后点那个提交的时候 他告诉我那个有敏感词 不能上传 然后我大概就又删减了一下 做了一些语言上的处理 然后还是不行 大概反复来了大概四五次吧 然后最后我大概就是实在是气的不行 我就把所有的都删掉就打了三个字 草泥马 然后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我是找后台的工作人员 他一个字一个字帮我审 最后通过的 非常难 因为他告诉我在哪里有问题 可能有些观众还是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产业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是游戏美术的 我是原画师 然后也做3D 我什么都做过 其实游戏相关的行业都做过 我在中国其实也做过一些 也不是销售 像特注 在美国的话我现在就是游戏艺术家 就是game artist 2D相关的 因为看到中国的游戏产业的环境 然后还有言论审查 所以你想要来美国 你来到美国之后你发现有比较好吗 当然好很多 对吧 其实中国游戏不但文字上有审查 连我们游戏做的东西都有审查 就比如说你如果画了一个八路军的角色 对吧 那肯定过不了审 包括其实在美国我现在的工作当中 我们也会因为有中国的一些审查 因为我们的游戏也要面向中国 所以中国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审查 已经变成我们同事之间的一个 大家一起来笑 来来来 其实挺好玩 我不能说太多 但是就是经常因为一些小的 比如说一个红色五角星 他们觉得有暗讽或者把它改掉之类的 就会有这种事情 但是在美国你如果说是我们有世界上就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唯独要做一个中国特供版 中国特供版 对很多游戏厂商都是这样 说中国需要做特供版 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玩的版本跟外面不太一样 对美术上你很多血腥暴力你得删减 你很多东西都得处理 那你在中国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是几年了 大学实习的时候也工作了一年多 后来又做了一年 所以差不多两年多吧 两年多 你那个时候工资待遇还有上班时间是大概怎么样子 工资待遇的话 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只有2000人民币 在哪上海 在上海对 2000人民币相当于就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活得非常的不像个人 就到转正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可以提到3500 然后3500的话其实也非常困难 也是非常困难 上海的消费还是蛮大的 就那个时候我就有萌生 就是要出国去别的地方看看的那个想法 这么说了 很多粉红还是会说你台湾薪水高又怎样 你美国薪水高又怎么样 物价挺贵的吧 美国消费税很高吧 小费也不便宜吧 那是不是你来美国之后发现 这个像陈平教授说的 这个他说什么 2000美金比3000人民币还差是吧 那你真的来这边工作之后 跟在中国领薪水还有物下对比 你的感受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方面 首先第一方面就是像陈平教授说的 那肯定是胡扯 我在美国现在一个小时的工资 就基本够我吃中饭吃晚饭了 就你像我在国内一天的工资 我都不敢在外面吃一顿好一点的饭 因为其实上海就可能一两百人民币了就要 所以说我一天的工资还到不了那个级别 所以说你说的话肯定是不对的 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那美国肯定好太多了 那第二点就是其实中国消费低 更多的是建立在就是对于人的劳动力的压榨上面 其实包括像我们的 我们一直都中国厉害了我的国对吧 一直说自己的快递外卖 特别快随叫随到对吧 其实这些东西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建立在那些剥削上面的 所以说在美国我经常也会给小费 我不希望就是美国也像中国一样 就大部分底层的那些送外卖的 他们也应该要有一个体面的工资 我觉得就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两方面 对是那是什么动力让你想要出来做这个YouTube频道 而且又是做这个什么辱华反共的这种东西 我其实最早也没有做辱华 最早是分享我的个人经历 然后后来就是在做一期 我想想是做一期跟政治有关 有一点关联的一个影片的时候 有一个叫磊哥他们的小粉丝 在那个评论区开始骂我 说我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就类似这种话 然后说你这个不爱国 你怎么为了赚这个钱就不要脸 我当时就想一直在反驳他 然后反驳到后面我就想 与其这样不如就直接就跳反呗 就专门做你们不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既然这样 我就当时有点气了 后来就连着做了好多个跟政治有关的 结果发现好像流量也不错 大家也有人想看 所以我就顺其自然就也做生活类 也做政治类 反共鲁华 他们老实说对吧 你这个是流量密码 但他们从来不去考虑为什么这个是流量密码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其实全世界大家对于中国尤其中共对吧 对他们的很多的操作对吧 骚操作都非常的抵触甚至是排斥 所以这些话题才能够在自由世界上面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而中国如果越是这样打压这种言论 所以就会越导致YouTube的那些反贼 其实流量会获得更大 所以我觉得真正要做到 做到就是让我们没有流量 那你中国就得把这个言论的尺度给打开 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也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是 我比较好奇一点是你刚刚说在你们公司 你会跟一些美国同事聊天关于中国的一些东西 我最在意的点是美国人是如何看中国的 说实话就是中国一直说自己遥遥领先 有人说自己在美国很有影响力 或者在世界很有影响力 但是就我的观察来说 我周围的同事对中国 包括文化上的一些东西都是 都是不知道的不了解的 他们更多的在亚洲 比较了解的就是日本 还有韩国 但是日本绝对是就是第一党的 就最最多的 他们也非常喜欢日本 对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了解 更多的还是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些中国的新闻 当然他们有时候还得问我 到底中国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总体来说 美国人也没有那么了解中国 是 那讲到中国的职场文化好了 你觉得跟美国有什么区别吗 中国的职场文化 一个是人情世故 就是首先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游戏公司 领导说了你要改 你就必须得改 而且有时候领导的水平不一定比你高 尤其是你的主美 也就是你的R Director 他没有你的水平高 这个时候你还得故意把画画的烂一点 让他有工作去做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很扯 但是是真的 就是就包括我问了国内很多同行 的确有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Lead 他的水平不是很高 你得给他找事情做 你得让他感觉他比你厉害 然后在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就非常傻嘛 美国大家就是我跟Lead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平等 就哪怕他做了一个东西 我也可以跟他说我觉得这边不对 那边不对 你也不用担心他以后会针对我 但在中国有可能会存在针对 而且我觉得还挺多的就游戏公司里面 而且我觉得听你刚刚这样讲 好像不是只有游戏行业 因为你刚刚说一个Leader的水平比较低 然后下面的人要做比较烂 然后让他有事做 这个我怎么觉得有点你再说那位那一尊呢 对这不只是游戏行业啦 整个中国其实现在社会大背景对吧 有些人你有关系 你爸就是老板 或者你的叔叔就是这个公司的什么高管 那大家都会知道 大家就叫人情世故都懂 那我之前也有讲过说 中国为什么没有各个行业的工会 那这一点你怎么看 确实没有吧 确实没有啊 因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中国的政府的打压嘛 就是中国不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跳脱出 中国政府的权力之外 而工会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不可控的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的那边的就很多美国同事就开始在搞工会 我当时都都比较惊呆 因为我在想你现在这边条件那么好 对吧 我我当时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脱北者一样 就是就是经历了世界的这个最苦难的一个等级 然后来到了一个感觉像天堂一样 就当时觉得像天堂 现在我已经觉得挺正常的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搞那些工会 我就我就很不理解 但现在我大概能理解了 就就工会本身就是保护这些保护我们这些工人阶级 或者说是蓝领啊 或者就工工人嘛 对吧 所以说中国为什么不行 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想让你让你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中国政府才是最大的走资牌 对对对那必须 那你在美国的这个期间 你有没有遇过最最傻逼的小粉红 或是最荒唐的事情 而且这个这遇到的实在太多了 对吧 前几天我也遇到就遇到的 对前几天打球不就遇到了说中国必须得把台湾拿下之类的 对我们在打球 然后一个墨西哥人问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他们就说必须是对吧 然后然后我当时还说不是 然后搞得大家都挺尴尬的 因为我们是在打球嘛 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百万七八十的中国留学生 我遇到都是有一点粉红潜质的 就至少在台湾问题上面 他们都会非常希望中国把台湾给统一掉 对 然后尤其是你去看 就是我当时在东部的一个大学 当时有几个台湾学生在课上就是自我介绍说 we are Taiwanese 然后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 就会引到很多的中国人他们不爽 你必须得说自己是Chinese好不好 然后老师也会非常的尴尬 大家都非常尴尬 但是因为破于我们中国人多 对吧 小粉红的数量多 所以台湾人大部分就 台湾学生忍气吞声的比较多 就大部分就想想就算了 算了算了不搞了就这样子 所以说还是遇到很多这种小粉红非常多 是像你刚刚说 就是你可能遇到的中国人 大部分就比较粉红的性质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方面 那你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 台湾必须得是中国的一个时期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思想过 有小学的时候就是 小学太久了 小学的时候就是觉得 哎呀台湾没有 我们的教科书上就写的 对吧台湾是我们的宝岛 对吧 我们在在哪里在里 我地理不是很好 但我当时就记得一句 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吧 几乎像我这个年纪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 这个教科书上面就这么写的 所以当时小学那老师怎么说 我们就是怎么听 所以说你外界来的任何讯息 我们都是一个接收器 所以说我们也不懂查证 因为年纪太小了 所以小学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台湾当然就是中国的 对吧 中国说是中国的 而且我当时可能还会有一点想法 就是你那么小一个国家 对吧 你干嘛不跟我们中国好吗 对吧 我们中国地方那么大地大物博 对吧 后来就是到了初中啊高中啊 那段时间就更多的是在想 为什么台湾不想加入我们 所以说就会以你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 那我就会发现 哎那是不是我没有问题 所以说很快我就大概就明白 是什么情况了 那你算很早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了 对对对 因为也受家里人的影响了 我我爸也是偏向比较自由的那一块的 就就能讲的都就小时候都跟我说过了 就包括中国的很多的历史 嗯 你多久没有回国啊 呃七八年吧 七八年吧 七八年 那会不会被说啊 你七八年没回国 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七八年前的中国啊 那肯定会被说啊对吧 但是我每次做影片我都会说 我在说的其实就是七八年前的中国的事情 但是呢 我的朋友很多还是在国内没有认出来 所以说我跟他们还是有联系 我为了保护他们 我不会把我的真实身份给透露出来 但是但是我的好兄弟 我都会去问他们如今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还会寒暄几局 嗯 包括他们现在躺平的该躺平对吧 有些就也是的确是经济不好 这就是个事实 我相信就是在中国的那些朋友 大家也没什么好去否定的对吧 所以就是现在的环境又比七八年前更不好一些 那肯定肯定不好啊对啊 因为现在我看我很多朋友他们以前是有工作的 现在都变成国内说的灵活就业了 就是自由职业对 这都是对中国特别喜欢造新的那这些好玩的词对吧 然后灵活就业我一个朋友就是本来是有工作的正儿八经的有工作 现在也是变成灵活就业去开一些车 偶尔开开车带宰宰人 然后他跟我说他反正就想躺平了 他家里反正条件还不错 因为是上海人有几套房 所以说他以后可能做个保安 他年纪三十多岁的人就说要做个保安 啥都不想做了就朝九晚五的就就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其实斗志也不是特别足 其实你刚刚讲到的那个中共很爱造新词 就是我也是上一年才发现这个大下岗这个词是失业的意思 对 我一直以为是退休了 所以他说不是这就是被强迫离职的 对下岗潮我记得我久几年就有一次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当时就受影响没工作了 就叫下岗潮 然后当时还是很苦的就要学各种的技术 学各种的一些就是纺织品啊 或是什么都得学然后去想办法去工作嘛 因为我们家里也不是条件特别好 所以说也挺辛苦的对那段时间我是 那我不晓得你对台湾有什么印象 或者说你身边的台湾朋友多吗 我身边台湾朋友我打球嘛 所以认识的朋友就很多 然后有些教会的他们都是台湾人 然后以前同学有些是台湾人 然后总的来说台湾人还可以 在加州台湾人也不少 其实而且我特别喜欢去那些台湾餐厅吃饭 所以那边老板啊什么的都是讲台湾话的 挺有意思 为什么喜欢去台湾餐厅吃饭 我觉得上海菜跟台湾菜挺像的 然后都是有点甜甜的 然后有时候就小吃嘛 上海也是小吃比较文明 台湾也是小吃比较文明 我这个人就不喜欢吃正餐 我就喜欢吃一些小吃 所以就非常喜欢台湾的盐酥鸡 还有猪血糕我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章鱼小丸子这种东西 对 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你有跟我说你特别喜欢吃八方云集 对八方云集 蛮酷的 对八方云集是 我以前在直播也说过了 就它的味道 它的酸辣汤的味道跟上海酸辣汤很像 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吃他们酸辣汤 然后经常就一为了买酸辣汤 我也就买个套餐就买点饺子 那饺子味道也不错 所以说我挺喜欢吃的 我也好久没去上海 我17年去上海 那你讲到你比较喜欢吃台湾的美食 那我不晓得你对台湾其他的产业 或是其他行业 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吗 对我虽然在我的直播里面经常笑称 我比较喜欢台湾的成人展 但是 确实是蛮红的 对确实挺红的 尤其YouTube上面有些小短片 我经常就一看就刷的停不下来 但是最让我让我觉得其实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我跟属嫂就我老婆啊 我们都挺喜欢看台湾影视剧的 尤其最近有一个什么惊艳为爱鼓掌 对然后那个是关于LGBT和性的 然后这些题材你知道吗 就中国他们很少拍 所以说而且我觉得台湾拍的质量也不错 而且还有一些那个电影 我觉得台湾都输出的还挺好的 而且我们是中文嘛 所以说天然的就没有语言屏障了 然后我又是比较关心这个少数群体的 所以说我就对这方面挺感兴趣的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爱看 然后鼠嫂也跟我一样 就我看啥她也会去看一下 总的来说我觉得台湾现在目前的 因为没有审查制度嘛 没有言论审查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挺自由的 就是能拍什么都能拍 更多的可能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台湾的影视 好像没有中国好 对我不觉得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 你知道吗 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 我觉得像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一部片子就也非常好 但是中国他们有一个模板 就比如说像我不是药神啊 流浪地球啊 你就会觉得你都能猜得到最后的结果 就永远都是中国共产党赢了嘛 就反正就是中国赢了 中国带领全世界解放全世界了嘛 所以说这种这种就是审美的单一性 我觉得我我没办法认可 就我不喜欢这一块 所以说我更喜欢台湾那种更自由的那种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以票房 或是人口去论这个影视作品的成败 对在中国对票房是最最最重要的 尤其是爱国的那些票房更好证 爱国的票房其实还有一点 我可以透露一个我个人知道的一个内幕 就是就我家里面也有体制内的嘛 但当时有拍一个好像是抗日战争的 就我初中还不知道异校的时候 有拍过一个抗日题材的电影 当时就是只要是体制内的 就必须得花钱去看 就是不是公司单位请他们去看 这些钱其实都是属于纳税人的钱 所以说你能看到就为什么中国很多爱国 爱国的那些电影票房很高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 幕后有一个推手 把他的那个票房给这样推上去 是 流浪地球啊 或是战狼长青虎啊 我也听过类似的说法啦 但是从你这边所有体制内的证实 那又更加让我坚信的这一块啦 那我觉得比较一点是 为什么中国拍不了 你刚刚说的什么LGBTQ之类的东西 不是很民族自由吗 对啊 就你一直对吧 中国那个核心价值观24个字 民主自由公正什么法制什么的 对这些东西就就大家现在就把它当成 一个辟邪的一个东西 辟邪 对 我们已经就 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挺明白的 就他们也会知道这东西就是口头上说说的 一般来说这几个字都会在 也就是国内一个视频网站上面 然后放一些在恐怖片的时候 当那个鬼 鬼头要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把那24个字一下子打上去 然后把它当成一个辟邪神符 是这样子 一般现在年轻的群体都是这么玩的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一个文化对 因为我们有贴那个门绳 你们应该也有吧 对对对 考虑以后过年改贴那个 改贴那个我怕第二天警察上门 主要是 哇 那个是你说的我贴还上门 没有啊 就这种东西你不知道就 我知道你在阴阳关系什么 对吧 对我最后有一个问题想问八九 因为我最早是看了你还有波特王 了解了一些台湾政治上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有看得过你的一些影片里面 是跟小粉红连线对吧 然后特别的那些小粉红特别幼稚 然后我就说了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非常好奇啊 如果哪一天中国对吧 已经民主自由了 所有的那些辱华的东西就已经 就不复存在了嘛 因为基于逻辑大家已经自由了 所以没必要再去讽刺了 那这个情况下 你这个频道未来打算做点什么 或者你想我 你想去做点什么样的影片 如果中国的民主自由 那大概我们就是两个很和平友好的国家 那我当然就是会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我一直都想要做 因为我本身是导演出身的 可以 对然后哎呀为了这个 这个反共事业让我耽误了多久自己的兴趣梦想 而且我喜欢做配乐跟音乐创作 哦 我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影视的配乐 很有趣 但是流行歌曲我也OK 只是说我相较更喜欢配乐 好莱坞那种配乐那种弦乐的那种感觉 气势磅礡 我蛮喜欢创作这些东西 哇那很厉害 快吧 共产党早日还我自由吧 我也是被他 一个被埋没的音乐家可能 哈哈哈哈 好啦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如果你喜欢这个土拨鼠的话 去订阅他的频道 如果我们两个你都不喜欢 都把我们封了吧 掰